今天就是歷史告訴我們 比如說俄羅斯打車城 他一定要有一個理由 就是師出要有名 那美國打伊拉克他也要 就是大欺小一定要有一個 名目 那今天中國如果要打台灣的話 他也要有一個名目 他就是終極統一嘛 不是他假設說你台灣先 欸我就宣佈台獨了 那他就找到這個名義可以打你 那假設你都不動的話 他其實很難 說拿到一個名義去打你 而且我個人覺得 這一次其實 中共的目標並不是台灣 不是台灣 因為以現在蔡政府這個低迷的這個 選情來說 那 中國的小學生都知道 你共機只要來老台 那一定是要幫民進黨加分嘛 那中共不可能笨到說 他這個幫一個 他的對手去加分 應該是說中共 使用了一個鄉民常用的招式 因為這個 中國最近 他們的國內各種的一些問題 比如說這個 我們的 限電啊 對限電 然後 那主席提出什麼 共同富裕 然後又有一個那個 恒大地產的問題 就是經濟啊什麼的 對都有問題 就是我們轉移到海峽兩岸的問題 這個中美關係的問題 這樣子那個 然後再透過可能官媒 稍微這個推一下 推播一下 大家就會把 注意力轉移了 就不會再 吵說什麼 啊我們這邊限電啊怎麼樣 然後 就是他還可以有更多 就是一魚多吃 就是他 因為這個美國常常也拿台灣當尿壺 因為最近美國才那個卡住一個 就是拜登政府要舉債 那個議會沒有通過嘛 就是有可能又要拿這個 中台關係來勒索 因為這個 川普以前就用過這一招 就是先 先支持台灣 欸先勒索你 欸我現在支持台灣了 然後 就逼你中國來跟我談判 然後這個撈一點好處 然後再把台灣 這個尿壺 殺完尿了 就踢到一邊去 就是以前我們鄉民都高潮過嘛 欸川普政府挺我們耶 然後挺一挺 過個幾個月談完了 就把台灣踢到一邊去有沒有 我相信這份民調 可是 美國不一定 就是會幫 如果台灣先主動聲勢的話 我個人也認為 雖然是在台海演習 可是 這個國際的情勢啊 或者什麼 其實針對台灣的 這個方面 我是覺得很小 因為台灣 就是剛好嘛 也可以稍微警告一下 蔡政府 欸我現在給你施壓 你不要太調皮 可是其實我覺得主要目標應該不是台灣 就現在年輕一代也不管 其實也不太在乎 中國到底打不打 然後因為生活過得已經太痛苦了 像我現在已經這個35歲 那個人生大概也 給我這個體型可能也走了一半 那 不要這樣講 然後呢 我至今 對還在為了 買房苦惱 因為這個 你看這個 房子太貴了 這個 海峽兩岸的關係 比較這個趨緩對不對 然後這個 各地的熱錢 就一直進來台灣 然後把房價炒得 高再高 高再高 然後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對有的時候 我有的時候啦 我甚至會想說 乾脆有沒有 掉個一兩顆下來 把錢都嚇走 那我可以買得起房子 就是像那個 那個 當初那個 前總統李登輝提出兩國論的時候嘛 那時候不是有 空包彈掉下來嗎 那個時候 房價掉了一波 對這個是最好 就是 對我來說是最好的 不造成傷亡 還又可以符合我 房價掉下來 的這個需求 對 免得我到了50歲還買不起房子 這樣